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皇家评测 我是你们的依凡 一加Ace系列 最近启用了全新的logo Ace Performance 强调性能概念 而戴上了这个标签的首款产品 便是本期的主角 一加Ace 3 Pro 那么它的性能实力究竟如何呢 以及在性能之外的表现 有没有亮点 本期评测将带你一探究竟走起 在性能上 既然打上了Performance的标签 那么处理器上自然是不能差了 用上了今年的旗舰骁龙8G3处理器 而一加也为了与性能匹配 搭载了面积更大的散热系统 达到了9126平方毫米 以及更新的石墨散热材料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它的性能释放 是否对得起这个规格的散热 在Geekbench 6的测试中 一加S3 Pro单核跑分为2217 多核跑分为708 在机库培养榜CPU榜单中排名第17位 在GFX Bench的测试中 一加S3 Pro在1440P的 iFek Ruins Walken 离听测试中 跑出了86帧 曼哈顿3.1.1 离听测试跑出了136帧 综合成绩在机库培养榜CPU榜单中 排名第22位 整体的性能释放是符合一款 骁龙8帧3的旗舰水准的 跑分的性能释放相对短暂 可能还没法看出散热堆的是否有效 所以咱们还是拉到最真实的游戏场景中去 看看它的实际表现 惯例先数毛 实测游戏分辨率为720T 随后在皇家评测原神3.0测试模型中 依旧是25度室温 350尼特亮度开启性能模式 在最高画质60帧下 从从严巨渊 途经虚拟城到尸王龄 一路见怪就打 半小时之后 一加S3 Pro平均帧率达到了61.7帧 波动2.2 功耗4.8W左右 在几乎排行榜原神测试中排名第一 从数据上看 可以看到几乎满帧跑完了原神测试 只有在第14分钟左右激烈战斗的时候 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掉帧到39帧 其余过程都很稳定 而在游戏结束之后 我们也马上进行了红外测温 一加S3 Pro的机身正面最高温为42.5度 背面为41.6度 发热区域主要集中在手机上半部镜头模组的右侧 较好的避开了食指和中指握持的区域 不过由于机身的正面温度更高 大拇指能明显感受出屏幕的发热 别急 原神测试还没结束 平稳跑完60帧模式之后 一加还宣称S3 Pro是安卓首次支持120帧的机型 不过实际体验来看 这里需要通过游戏助手 打开超帧超画引擎进行设置激活 并不是米汉油软件适配的120帧 而是通过GPU渲染带来 最高可以配合Pixelworks的X7-2独显芯片 带来1.5K的超分画面 那么咱们也来实际测试一下 看看它在皇家评测的测试路线中 能否稳定跑出120帧呢 这里屏幕前的小伙伴可以做一下预测 将能、接近、差的远打在供形上 这里我们首先在超画引擎里面调整为流畅优先模式 GPU渲染将从60帧超至120帧 揭晓答案之前还是属于下毛 游戏实测分辨率为720P 半小时实测下来 1加13Pro的平均帧率达到了118.8 波动为26 功耗5.76W 这个帧率表现也是一个接近满帧的水平 同时功耗相比之前模式提升了1W左右 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结束后测温 正面最高温45.5度 背面最高温则为43.9度 相比普通模式提升了2度左右 建议大家配合散热背夹使用 最后我们还测了一下更极致的120帧加1.5K超分 在超帧超话引擎自定义模式中 调整为高帧率高分辨率 然后跑完30分钟 最终测试结果显示 平均帧率达到了108 但是波动高达206.7 功耗5.8W 结合帧率曲线 基本在游戏破半的时候 帧率就从120帧跌到了90 之后就基本稳定在了90帧 温度上升也比较明显 正面最高达到了46.8度 背面最高为46.1度 这一个极致模式 看来必须依靠外挂散热了 不过提升到120帧会给游戏体验 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0帧和120帧在刚出虚拟城后 路上激烈打怪的场景 大家看一下 在不同帧率下的画面感受 可以看到在打群架的时候 从闪躲到快速移动 再到放技能击打时 在120帧的画面中 几乎察觉不到迟滞的感觉 而在60帧的画面中 比如我在这里打完 转身就闪躲的时候 画面的流畅度就弱了很多 再看放大招时的击打 能感受到游戏中人的动作 要略慢于手指的操作 OK 看完了游戏表现 继续我们的机库朋友榜测试 这次一加给A43 Pro 配上了和宁德时代 共同研发的全新冰川电池 也是使用了硅碳负极的技术 在同能体积下 增加了电池密度和效率 在整机8.95毫米的厚度下 给到了6100毫安时的电池 而在机库朋友榜续航测到此测试中 A43 Pro则直接登顶成为了 保一大哥 也是首次突破11小时大关的手机 手机在我们的测试模型下 能扛11个半小时 确实在大家拿到之后的日常使用 扛下一天重度使用没有问题 就是经过这个测试 我们的测试同学已经被熬趴下了 在充电上 一加13 Pro还是延续长寿版100瓦快充 实际测试从0到充满电 用时37分钟 在机库排行榜充电测试中 排名第79位 最后一项测试 是我们全新加入的 机库排行榜AI能力测试 我们将从用户实际体验的角度出发 通过文本摘要 图片识别 AI创作 以及聊天问答四大维度 对常用的手机AI功能进行考核 综合测试下来 一加13 Pro得到68分 在目前榜单中排名第六 其中在通话摘要总结 文档摘要总结 照片人物消除 以及旅行建议这几项 日常使用率较高的AI功能上表现不错 AI功能的实用度较好 说完性能 我们来聊一聊一加13 Pro的影像 主摄上 一加这次为其配备了一块 1.56英寸的索尼IMX890传感器 这颗传感器也是继766之后 新一代欧加永流传了 一加宣称还给配上了FUND系列的算法 所以在打磨程度上 我觉得还是值得一信 跟FUND相提并论的 不过超广则是给的入门800万 长焦缺食 还有一颗战术微距镜头 整体配置跟之前的性能机器思路一样 保主摄 其他的看心情 鉴于官方提到了FUND 我们这次就来到了最新的FUND X7实际对比下 我们先遮住水印 大家可以先来盲猜一下 哪个是H3 Pro拍摄的照片 在白天光线冲子的情况下 两款机型主摄在算法上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OPPO对于光线质感的还原更好 墙面和暗部的细节更丰富 观察广告文字 一加照片的锐度会更高 同时对于植物的颜色还原 有着哈苏加持的OPPO也是会更加讨喜 在这一场景下 哈苏色彩的表现力在明黄色下更加明显 同时还是延续整体对光线质感还原的优势 但是不考虑哈苏的成分 一加这颗广角的硬素质 确实能够上旗舰水准 不过切换到超广角 800万像素在解析力层面就会力不从心 墙砖的涂抹相比X7更加明显 画面边缘的解析力下降更加明显 左侧海报可以看出 与X7明显有一档不足 来到夜晚场景 两者广角的解析力表现在同一水准 但在整体宽容度上 A13 Pro略逊一丑 不论是暗部细节保留还是高光压制 都不如X7到位 导致画面看起来有些脏 而在夜晚环境下 哈苏色的影响并没有太大区别 整体还是硬素质上的差距 总结一下 一加A13 Pro这个主打性能的机器 主摄表现确实没有被甩的太远 也确实可以看到Find的算法影子 但影像旗舰还是旗舰 Find X7确实有着更加优秀的表现 不过对于日常拍摄记录 而不是影像创作来讲 这颗主摄是完全够用的 如果超广可以再提升一下规格 或是给到长焦那就更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一加A13 Pro在日常体验的层面 值得说一说的地方 这次在屏幕上依旧采用的是 与京东方合作的东方屏 支持120Hz高刷 不过分辨率只给到了1.5K 具体观感如何 我们直接找来搭载2K东方屏的母家旗舰机 OPPO Find X7 Ultra对比一下 从解析力上来看 其实A13 Pro的这块1.5K东方屏 在日常使用中 与Find X7 Ultra的2K东方屏 观感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在看小号的文字的时候 X7 Ultra的2K东方屏 对于字体笔封与边缘的显示更为清晰 色彩上来说 一架A13 Pro屏幕显示的饱和度偏高 无论是App图标 图片显示 还是视频显示上 整体感觉上都会感觉更艳丽一些 屏幕的色彩更讨好人眼 但还原准确度就会差一些 不过这块屏幕依旧支持HDR显示 在你查看本机拍摄的照片 杜比世界视频时 可以带来不错的观感 说完屏幕 我们来看指纹解锁 A13 Pro采用的是超薄屏下指纹识别 位置处于屏幕下方的中央 不算太低 对手较小的用户操作起来比较友好 在Geno上 A13 Pro这次配备了一颗 安卓阵营内体积最大的 X轴线性马达 触感风格有清脆和柔和两种 在实际体验中 两种模式的打字 点击等操作的回馈 确实干脆利罗 很有节奏感 而且这个柔和的触感模式 我觉得其实就是将清脆模式的震感 调低了一些 我们也对比了一下公认震感低低率的iPhone 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下他们在打字 长按滑动的声音与震动 我个人是更加偏好A13 Pro这种 它的震感更明显 有更干脆的反馈感 能让我精准的把控手指在屏幕上的操作 iPhone在某一系统版本之后 震感就变得比较模糊了 不是那么清晰 那么大家日常打字开振动吗 可以弹幕评论互动一波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一架A13 Pro的外观 设计也一直是一加在这个价位段的差异之一 这次整机上手的第一感受 就是确实挺压手 我手中的这台白色陶瓷版本来到了225克 在减重大潮下 似乎ACE要保持自己的身板 不过一加一很聪明 给了目前这个定位机型最全的厚克材质 绿色素皮版做到了207克 还有一个银色玻璃版212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材质 和可以接受的重量选择 可惜的就是没有低于200克的选择 我个人是最喜欢这台白色陶瓷版本 大家也可以弹幕说一说最喜欢哪个颜色 厚度则与摄像带差异不大 8.95毫米握在手里还是比较厚实的 感觉ACE只管性能 ID进化这种事情 似乎还是要交给老大哥数字旗舰系列 背板的镜头组则延续了一加近几年的家族式设计 由于摄像头的配置原因 所以凸起较低 在机身背部的左边 镜头模组边缘与机身背面的材质 也做了融合过度的处理 嗯 没有缝隙 我再看看 嗯 确实没有 ACE Performance的全新logo 就在镜头组的右边 不过只有我手里这台陶瓷材质的版本上才有印 整体的颜值上 我觉得ACE 3 Pro在这个价位段 还是很有设计感和旗舰感的 转到正面 屏幕采用的是双曲面设计 在黑边和下巴的控制上 跟母家旗舰Vind XC Ultra同一水准 而且边框上 ACE 3 Pro依旧保留了侧边三段式的开关 并且最重要的是 没有做VIP模式 三个档位对应响铃 震动静音 舒服了有没有 希望此技术可以向上延伸至OPPO旗舰 OK 以上就是我们对 一加ACE 3 Pro的实际测试和体验 首先这款机器在性能上的表现十分优异 达到了旗舰级的水准 甚至在续航表现上 凭借新的电池技术 做到了目前我们测试模型下的第一名 整体性能表现 配得上机身背后的ACE Performance的称谓 但ACE就是一个很清晰自己定位的产品 从来不是要做到六边形战士 所以在影像屏幕上的体验 该降挡就降挡 这样可以把机器 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区间 不过比较惊喜的就是ID 这次不但延续了一加旗舰的整体设计 还带来了三种不同材质可选 所以性能加ID 依旧是一加ACE自己的护城河 对于特别注重性能表现 手游体验 续航时长的用户 这台ACE 3 Pro是值得你考虑入手的 目前来看突出短板就在影像 但是MX890应对日常记录 发个朋友圈微博也是足够用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家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别忘了点个赞 就走我是一凡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